靈性的釋放是什麽呢 第一就是信和接受神的爱 在祈祷中很重要的釋放 不要只是放耶稣 邪灵走啊 不要只是做这些 我们的祈祷对象最主要是神 不是邪灵 不只是赶邪灵 是对神 有神的同在 神字不会做功的 就是信和接受神的爱 所以我的祈祷是多些 和神有密切关系 鼓励大家和神有密切关系 和长时间去爱慕神 长时间去忠义神 时事不断地去爱慕神 又被圣灵充满 又断绝与邪灵的关系 又信必能够胜过邪灵 很重要的 有时有些人有邪灵的彰显 我就怎样做呢 我说你放松 吹雨出来就可以了 放松 呼 就松了 我笑了一次你有信心 耶稣一定胜过邪灵 那便立刻会说出来 要奉耶稣的名赶邪灵 就是这两种釋放 我们今晚都会做一些的 基督徒都可以受邪灵的影响 就好像当耶稣说 他要去耶路撒冷 被人拒绝 然后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彼得就说 主要你千万不要去 耶稣就说 撒但退我后边去吧 就看到当时彼得是受魔鬼的影响 这个是一个程度的影响 我们也会看到有些基督徒 被魔鬼影响的程度是很高的 那在《以弗所书》第二章 那里讲到呢 第二节那里 他说呢 《随从今世的风俗信服 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伯异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就是说到呢 在伯异之子 不信耶稣的人呢 他心中是有邪灵运行的 是魔鬼掌控他们的生命 影响他们的生命 那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 是不是所有魔鬼的势力和影响完全拿走呢 我们很多时候会见到有些基督徒 他们信了住之后 一样是发怒啦 贪心啦 一样跟家人吵架啦 一样会伤害人啦 会憎恨人啦 即是说其实他信主的时候 之前呢 信主之前呢 他是被魔鬼影响 信主之后呢 有一部分他可能会改变 但也都呢 有些部分呢 是没有给神去掌管的 他心里面呢 一方面是耶稣掌管 一方面呢 可能是魔鬼在里面掌管的 那这是一种的影响势力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人呢 曾经拜偶像啊 或者是 跟灵界有强烈的接触 就是好像去问米啊 去接触灵界啊 或者有些人有这种 邪灵的势力的 就 将那些邪灵呢 传递在基督徒 或者在他未信的时候 传递给他呢 那他们呢 就可以呢 是需要做释放 祈祷才能够释放这种势力的 那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 嗯 就是基督徒呢 就是 很多时候呢 比如在烦恼啊 猛症啊 怒吵啊 怒气啊 一种负面的情绪影响的时候 有时也都会 被魔鬼影响的 所以圣经又说到 不要被魔鬼留地步 即是说 基督徒是可以被魔鬼留地步的 那我们要做这些的 释放呢 是有两方面的 一方面呢 就是 灵性的释放 另一方面呢 就是 啊 云 和生活的释放 那对于这个 邪灵的影响呢 就是有不同的人看法 啊 啊 未必一定是 邪灵附体的 有时就是一种影响力 但是影响力 可以有不同的层次的 就是我们不要轻看 魔鬼的势力 因为 事实上我是见过 基督徒呢 他 他活在罪中 或者他曾经接触灵界 而和他祈祷的时候呢 是有很明显的 有 邪恶的势力在他身上 那到底这个是 附体呢 或者是影响呢 就是我不去决定 只是说 是很明显 真实是有 可多的基督徒呢 是有受魔鬼的影响的 正如圣经都说 不要被魔鬼留地步 好了 那这里呢 我就会讲一讲 就是这个 魂和生活的释放 那意思是什么呢 魂的释放 和生活的释放 是什么呢 就是 处理我们的魂 包括我们思想 意志 感情 我们的 想法方式 我们的意志 和感情 和我们的生活的处理 因为很多人呢 生活中可能呢 就一路 發脾气啊 被情绪影响啊 这样的时候呢 他就会有一种 就是他就会被魔鬼留地步了 他需要处理他的魂 和他的生活方式的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我列出有六方面 但其实这个只是 就是 主要的方面 也都有可能 有些人有其他方面的影响的 那第一就是 就是处理对神的看法 应该信耶稣的人呢 就是会 会说 我信耶稣 我应该 完全认同圣经的说话 应该完全 是跟从耶稣 这个是应该 但是事实上 有很多基督徒呢 心中有时候会说 哎呀 要祈祷很悶啊 要看圣经很悶啊 哇 圣经要我们这样 毁身啊 哇 就是很多时候 基督徒都会有一种 抗拒圣经某些的教导 那譬如一个 很多人抗拒的 就是 十一奉献 很多基督徒 他信耶稣 但是他觉得 不可能十一奉献 就不愿意接受 神真是能够 是真是呢 看着我们的奉献 和呢 圣经说到 他会 打开天上的窗户 倾覆于我们 甚至无处可用 很多基督徒呢 我形容 信耶稣 是好像有信仰分裂症 即是又信耶稣 但是呢 很多神的说话 又不是完全相信的 那时候呢 他的内心里 他就是很多 被魔鬼留地步的地方 就是有受魔鬼影响的地方 被罪影响的地方 所以我们第一要处理 就是对神完全的正面 完全喜悦他 欢喜他 接受圣经所有的教导 完全让耶稣作主作和 那当一个人是这样的时候呢 他的 他的魂 他的思想模式 和他的灵 都会一直被神去医治的 那第二方面呢 就是要处理对自己的看法 即是基督徒有时都会 觉得自己 没什么用 有自卑感 看笑自己 里面呢 觉得 不喜欢自己 觉得做人很烦 那些都是对自己的看法 负面的影响 这些也是被魔鬼留地步的 所以有时 有些基督徒 他没有处理好他的问题的时候 都可以有 精神的问题 即是似乎是不应该有 但是事实上 有些基督徒呢 是可以有一些精神 或者严重的情绪的问题 就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看法不健康 他对自己的看法不健康 也都不会全面性跟从神 其实神的心意 是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祂 当我们不是尽心爱祂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 我们就会生命里面 就被魔鬼留地步了 譬如心里面有贪心 自私 就会被魔鬼留地步 所以 我们跟从神 一个选择 就是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爱神 当我们不是这样做的时候 即时 在里面 就已经有一种 不顺服神 抗拒神的地方 有些人觉得 不是那么极端 会不会可以 只是信耶稣 但我不是最伟身那种 但我都不是被魔鬼留地步 耶稣说 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 即是当他的心里面 是让自己做主 自己画事 不是让神去画事的时候 他很自然 就是他跟从自己的方式 那么 他自己的方式 就会影响他的生命 那么 下一点 就是处理人的影响 那么 这个主题 我会迟些 再讲清楚 就是 如何不被人影响 如何去 接受 所有人都有罪性 所以 人会伤害人 会说一些负面的说话 我们 就会 欣赏人的好的地方 但是 人说负面的说话 比如说 你这么笨 你这么没用 你做事做得这么慢 我们就会受伤害 就会受影响 我们就要学习 不要被这些 人的负面影响 负面的说话 来影响我们 而是能够 真是 接受人的罪性 于是 当人说这些说话的时候 我们就分辨 就 就 祈祷 好 求知耶稣帮助我们 不受他们的影响 一方面是为他祈祷 一方面是祝福他 另一方面是接受他的罪性 于是 就不将他放入心内 就 容许这些负面的声音 在空气中消失 不放入心内 这个是需要 真的 学习到 如何能够 接受好东西 不好的 我们不要接受 入心里面 亦分辨到 人真的有 伤害人的 倾向 有些人多 有些人少 但是 从来没有人 是从来 一次都没有伤害人的 人人都 总有伤害人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接受 就算基督徒 都会伤害人的 于是 当他们有时 说一些说话 比较 很挖 的时候 我们就 不要被他影响 其实很多人 在不同方面 被人影响 我们就 求主帮助我们 是 单单 是被神的话语 神的爱 去影响我们 不是被人的负面影响 而 这个人的魂 就越来越轻散 越来越 跟从神 生活方式 也会不被人影响 其实 大部分的人 包括 很多 骑徒 都很容易 猛争 怒吵 因为人的缘故 会发脾气 会 互相 对骂 或者 有时 有时 态度不好 这些都是被人影响 当一个人这样的时候 他 所有影响 他的邪恶势力 就很难离开 这是我们的经验 如果一个人 一直在生气 他是很难 完全得释放 另外 就是 处理情绪 的问题 和思想 每一个人 都是被他的思想 和情绪 所影响 当一个人的思想 是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而他得不到的时候 心就会不欢喜 比如他想升职 升职不到 他就会不开心 或者 他觉得 那个人升职的 他又会生气 他会疾到他 就是他思想模式 他很想 有 世人所追求的东西 世人追求的钱 成功 被人看重 当他想追求这些东西 他自然就会容易受伤害 自然里面就会负面 就会怨恨 所以这个 是要处理 让我们的思想 完全认同 圣经所有的教导 和认同 神是最美善的 情绪是影响人很重要的 其实 我们每一 很多的 意念在我们里面 都会带情绪的 有正面 和负面的情绪 例如 会开心 会喜欢 但另一方面 也都会觉得 不开心 会觉得沉悶 激气 怒嘈 这些都是一些 负面的情绪 会影响我们 事实上 人很多时候 听人说话 人的说话 是会带有情绪的 我们就会受了 这个情绪 多过他说话 譬如他说 你这么晚 我们就很激气 我明明都很努力 都很尽快 你还说我慢 心里面就会怨恨 就会不喜欢 受对方的情绪影响 有时 也会 那个人说话 是没有 但我们 就会很敏感 譬如有个人说 有个人说 有个人考第一 那我们 即是说 哎 我很激气 我只是考第二 他考第一 你又这么欢喜 我考第二 你又没有欣赏我 那时候 别人说话 未必有什么含义 但我们自己 就会有一种情绪反应 有个人 赞另一个人 有时我们会不喜欢 那就会有情绪反应 那这些都是 我们人很多时候 都会有这些 情绪 或者负面思想 在里面 我们在《轻信德性》里面 有讲到一个 《德性》五部曲 第一 就是留意到 我们里面的 情绪 负面思想 一些不好的东西 跟着呢 就深信他是有破坏性的 跟着第三 就是 用《圣经》的观念去处理 就是《圣经》教导我们 靠主有喜乐 怎样处理这些 怒气 疾度 不开心的感觉 负面的思想 而用《圣经》正面的思想去取代 然后我们没有力 我们要亲近神 要看《圣经》 要思想《圣经》 去赞美神 爱慕神 要得力 第五 是选择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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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ned服 头 正在有负面情绪 立刻处理 那些时候 就可以不能背景 对这些情绪的影响 下一個是處理同仁的關係 有時同仁的關係不好 於是會影響我們 會不喜歡人 會對自己有怨恨 會有負面的想法 同仁的關係我們需要處理 學習不被人影響 學習用愛心對人 第六是處理對傷害的看法 有很多人在心中經常說 我丈夫、太太 以往怎樣對我、對不起我、傷害我 我心一直都很不喜歡 或者這個人曾經以前 傷害過我、得罪過我 心裡很難放手 如果我們一直不放手 這個傷害就會越來越深 越來越影響我們 當一個人心裡一直記掛這些傷害的時候 他心裡就會影響整個人 會不開心 會對人怨恨 對社會怨恨 對生命怨恨 並且會對神怨恨 所以我們要學習 就是 相信神的愛很大 神的救命很奇妙 人不能夠破壞到 神的恩典和計劃 所以我們就決意 不受這些傷害影響 決意說 我們靠著神去得醫治 得釋放 讓我們能夠完全輕散 在這裏講到這幾樣 就是雲和生活性的釋放 其實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 不同的方面 比悟性 或者生活方面的問題影響 我們要找出我們的問題 然後處理的時候 我們就容易得到釋放 在這裏我解釋一個觀念 是很有幫助的 這是科學家所發現一個 就是我們的大腦的可塑性 英文是 neuroplasticity 就是我們腦的神經是可以塑造 我們全新的器官 到一個年齡開始不能夠增長 除了脂肪之外 但是我們的腦 是一直到臨死之前 都能夠增長 每一次我們想到新的東西 它就會有新的線路 新的連接 是很特別的 這個是神創造 我們能夠改變我們的思想 這個人叫Normand Deutsch 德國的名字 剛好是德國 德文就是德國 就是這個名字 讀起來就像德國 那本書翻譯了 改變是大腦的天性 大腦的天性就是改變 是不斷改變的 我們有很多神經線 在我腦裏有億萬的神經線 如果這些神經線變成電線 是需要九個大禮堂才能夠安裝 但是我們一個小小的腦 就已經安裝了這麼多的神經線 是很幼 而且不會瘋狂的 除了那些人 搞到自己瘋狂之外 是不會瘋狂的 是分得清的 而每一次你想不同的東西 它又會有新的線路 好像什麼呢 如果你走一個山 沒有人走過的 你第一次走 你走一條路出來 第一次走 未必有什麼路 但你走多五次 那條路就穩定些了 走多五十次 那條路更加容易走 走到一千次 哇 更加容易走 已經是很明顯這條路 我們的路裏 亦都有這些線路 每一次我們想的東西 無論是正面和負面 都有一條線路搭在那裡 我們的線路比高速公路更加複雜 複雜很多很多倍 不過有一樣不同 就是不斷修理中 哇 不斷修理的freeway 怎麼走車 但我們的路是不斷修理 不斷走 有點像什麼呢 在山上 不斷有新的路不斷走 就是我們的路的情況 不斷在加增著 譬如你去一個地方 去到女人街 你第一次去的話 你就會留下一些印象 你再去的時候 你就越來越記得 哪間是埋什麼 哪間是埋什麼 就會在路裏面搭了一些線路 就會記得那個地方是怎樣 我們同樣 我們每一個行為都有這個情況 而我們好的和不好的行為 都有搭了線路 譬如這個圖案 這兩個人在那裡吵架 他們本身一看到對方 可能已經懶惰了 聽到對方的聲音 已經不想聽了 聽到對方放假 放假去別處 好 很喜歡 即是說 她說 不如我回外家 那個老公的心裏就拍掌 真是好 她回外家 我可以靜一下 但我和太太 我們是很珍惜 我們任何的時間 我都希望我們當中 結婚的 能夠真是珍惜我們的關係 未結婚的 都珍惜我們和家人的關係 即是說 我們心裏的思路是搭了線路 所以你每一次看到這個樣子 一看到它出現 有時已經有些抗拒 有些人的樣子 你一看到你就歡喜 我們自己是無意中搭了線路 這個小朋友也受了父母影響 搭了很多線路在路裏 聖經講這句話 你要保守你的心性 要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這句話 我們平常的明白就是 在我們的生平的 侍奉的果效 我們做事的果效 但有另一個果效 當我們明白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神所講的這個果效 不單是影響在外面的 是影響在裡面 我們裡面的線路 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情緒 我們的人是否開心 是一生所有的東西 都是由我們的心發出 所以我們管理好我們的心 和處理是很重要的 如果那個思想模式 經常都是讚美愛慕神 左邊就是健康的 喜笑的 正面的思想和思考 要用腦 有些人不喜歡用腦 所以有些人不喜歡 這個侍奉訓練課程 因為要用腦 你的腦要用一下 才不會有老人痴呆症 否則是很容易有老人痴呆症 我剛剛 上次也說過 我已經63歲 但我這次要顯示我的肌肉 就是呢 哇 我想說什麼呢 你是到年紀大 一樣可以思想很清晰 其實呢 如果有人叫我一八 我不是很習慣聽的 不是很習慣聽的 就是不是很接受的 雖然我是63歲 但是我覺得我也是很年輕的 我的感覺我打球也是很厲害 很競爭性的 就是你時而思考 處理生命中所有問題壓力 有好的溝通 好的關係 運動 好的食物休息 和優美的音樂和景色 就建立這些好的線路 另一方面呢 很多人呢 天天就煩惱了 擔心了 不開心了 發怒了 自我控訴 別人罵一句 自己就猛地罵一千句 別人說你沒用 就腳心猛地罵 對啦 為什麼這麼壞 為什麼要這樣做給別人看呢 就罵一罵 其實是不要緊的 做錯事不要緊的 告訴我 做錯事不要緊的 立刻悔過就可以了 一起說 做錯事不要緊 立刻悔過就可以了 不用自我 不斷控訴的 還有壓力 急措 埋怨人際關係有問題 都是會造成那些神經事有問題 有沒有發覺 當一人有問題的時候 他會反應遲鈍 呆呆呆呆呆 沒有正常反應 不懂得笑 就因為他裡面的線路 很多已經塞了 已經錯了 所以我們要醫治 釋放 是需要處理這些線路 原來我們全身這麼多的器官 全部都受我們腦部的影響 當你很明顯 你不開心 是不是發覺胃馬上不開胃 那些皮膚又會癢 是不是 差點粒粒的 全身都有些問題 排泄也會有問題 你一不開心 便會便秘 血管有問題 全身都受影響 所以其實叫做裸虎離身 你喜歡裸虎離身 不想 當然想開心 所以 凡是不好的 一定要處理 與神的關係好 是影響身體健康 越開心越好的 詩篇十六篇 其實戴維是一個很喜歡神的人 他將耶和尚擺在我面前 因為他在我右邊 我就不自遙動 因此我的心 寬理我的靈快樂 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整個人是非常舒服的 和安然躺下睡覺 詩篇四張八折 終於要睡覺睡得好 這個就是在神裡面有平安喜樂 好了 我們怎樣得到釋放呢 因為我們裡面有前意識 每一次我們任何的動作 任何的反應 有些東西露出來 是因為裡面有一個前意識 我用一個例子形容 有一次在我以前 一個小教會 我們前面放了這些樂器 這些東西 就放了一張椅子在中間 可能本來已經在 那我就跟那班學生說 即是我們都是學生 我們在那個教會裡面 我就說 我們將來不要放椅子上來 我是很柔和的 完全不是指責 只是說其實不要放椅子上去 那又有一個學生馬上說 不是我放的 我從來沒有說他會放 我也不知道是誰放 我也沒有想過是誰放 但他為什麼會反彈呢 因為他聽慣了 別人一說有什麼錯 通常家人都會說 是你錯 所以他的前意識就是 有什麼壞了 是我的錯 這個是一個前意識 他前意識就會在這一陣路出來 但待會我會講一下怎樣處理 即是說這些前意識就影響我們了 首先我們講到這些線路 原來是這樣的 每一次用同樣的方式想法的時候 那個線路就越來越穩固 牢固 沒有啊 《生命紀十》 張十六字一起讀 所以你們要將心裡的污衛除掉 不可再硬著頸巷 這些污衛是令到個人硬頸 那些線路 經常都在這個線路的模式 你回想一下 你回想一下 整天想到那個人真是壞 為何他這樣對我 你經常想是害自己的 那些線路就越搭越穩固 每一次看到他就已經生氣 一想起他就已經生氣了 但每一次我們更新思想 我們就有不同的方式 想一下其實他都是受過很多傷害 其實他都是受過很多苦的 那你就連續他 又想一下其實他可能是無意的 他都不是故意去傷害我的 或者他是故意傷害我的 不過其實他都以為傷害人是最好 其實他是自己拿苦離身 其實他很辛苦 於是我們能夠搖述他 和祝福他 那思想一改變 那些線路就再踏過了 然後你長期用這個方式思想 每一次有人對我們不好 立刻就會改變思路 否則 就整天想到人都會想到不好 大家會發覺 你認識的人中 有些人整天一說出來 誰又對我不好 誰又什麼什麼 經常都會說這些 說不停的 就是你想他想回 神怎麼幫你 他想不到的 他始終不斷想 人的不好 就是他長期的思想模式 是長期都是這樣的 好了 那神給我這個德性五步曲 在輕鬆德性裡面 大家上網去YouTube那裡 pastureye pastureye 或者找葉牧師 那你就看到輕鬆德性 這個處理生命的方式 而裡面是有德性五步曲 那我就根據這個新的發言 這個科學發言 我就加多一些東西上去 第一就是 大家記得黃色詞一起讀 留意 留意的問題 第三 第二 破壞性 第三 聖經處理 第四 親近神 就是親近神得力 第五 持續選擇 其實這個是聖靈的方法 聖靈會讓我們知道 咦 我們有些問題 那東西不對 然後呢 就會讓我們想到一些經文 我們應該搖說祝福祝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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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然後呢 好吧 我聽話吧 不過很多人呢 是神提了很多次才聽話的 但是我們刻意去處理 這樣的時候呢 就可以盡快處理到 因為其實處理不了 受苦的是誰呢 是自己 自己受苦的 一個生氣的人 誰受苦呢 自己受苦 那個人可能 對我們一句話 怎樣自己生氣 慢慢生氣 那個人都忘記了 他講的說話都忘記了 好了 而講到聖經處理 那我就分了三步 一步呢 就是反省 為甚麼我會這樣被他影響 就是找出那個根源 我為甚麼被他影響 他有甚麼說話影響我 是不是我自己很敏感呢 為甚麼會這樣敏感呢 其實人的說話 通常會帶有情緒的 譬如這句說話 這個是情緒 譬如他說 快點 我們受哪有影響多些 他的說話 因為他的情緒 情緒 我們人會受到情緒 然後呢 人的說話 我們又會有情緒反應 有時人沒有說一件事不好 但我們會有情緒反應 譬如那次那個學生 我說 你以後不要放在椅子裡 他立即 有情緒反應 你說我 立即要辯回自己 他立即有情緒反應 有時有些人 一說誰是好 他就立即 立即不喜歡 為甚麼呢 他好就是說我不好 其實不用的 可以每個都好 但有些人呢 聽到別人好 就很不屈 很不舒服 那他就反省 為甚麼我 不喜歡聽到別人好呢 因為他覺得 他好就是我不好 這個是謊言 這是謊言 第二 人人都不讚我 人人都說我不好 所以我都要批評人 這也是很多中國人的習慣 總是容易批評 不容易去稱讚 我們要去反省思想模式 然後將他寫下 那他的線路 更加疊得穩固 然後再重複重溫 不斷地說 我可以去感謝神 其實這個人的問題 可以不太放在心上 是這樣 好 一個全心依靠神 是真是放鬆的人 是可以 生活方式很大改變的 這裡我們先跳了 我就想講到一個 今晚還有的時間 我講到處理一個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輕鬆得性 我是會等到年尾才再講 大家要 因為我們中間教了很多東西 你看看那張課程表 教了很多東西 為什麼呢? 如果我說了輕鬆得性 那就變成了只聽道 我就想大家有些行動 所以下個星期 開始小組 開始有輔導 做藥教 好了 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處理人的問題 在輕鬆得性裏面 這個就是第四點 就是不要讓人和環境破壞神 在我們生命中的計劃 因為我們小時候開始 很自然會依靠人 很自然會依靠媽媽 很自然的 如果媽媽是柔和的 對我們是很體貼的 這個小孩子長大 通常會比較健康一些 但是就算媽媽是好的 都有一天發覺 我們不能夠什麼都靠媽媽 有一天發覺媽媽都有限制的 如果有時候 有些媽媽 是比較容易懵疼怒怒怒 那個子女就會有很多傷害 處理不到 但是我們小時候開始 就習慣會倚靠人 還有會給對方影響 有些小朋友一看到媽媽不開心 他就會哭 他會說媽媽不要哭 媽媽不要憂愁 或者媽媽不要不開心 他覺得媽媽憂愁就是生氣 他會有這種感覺 好了 因為人都有限制 每個人都有他的罪 每個人都有不好的地方 所以我們期望人的時候 一定會失望的 一定會傷心的 而聖經教導 跟我們經驗相話 不是靠人的 我們一起讀一下以賽書2章22節 你們幽要倚靠世人 他鼻孔女不過有氣息 他在一切是常可算什麼呢 即是在人裏面不過是有氣息 一會兒就沒有 其實算什麼呢 為什麼這麼怕他呢 其實他什麼有的 都是神給他的 而神什麼都是他有的 即是人能力有限我們就怕人 神什麼都有 我們又不是很怕他 不是很敬畏他 詩篇24篇就說到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 世界和住在其間的 都屬耶華 所有一切都是神給我們的 我們就感謝神了 有五種因為人而產生的問題 第一就是給人的看法 行動和關係影響很多時候 人家說句話 我們就受傷害了 即過度依賴 或者擔負人的淡子 太過依賴某個人 有時候有些子女 不聽話 那些媽媽好像永遠都不能夠開心 這件事是很多 很多現在這個時代的父母很辛苦 就是那些子女又不讀書 又不上班 又很晚才睡覺 或者很早才睡覺 到五六點早上才睡覺 令到父母很大的重擔 他就擔負兒子女 永遠都好像沒有起落 在這個時代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或者對人很高的期望 或者因為人而情緒化 或者對人沒有愛心 這些不同的方式 因為人而有的問題 好了 有時候我們會被人的看法 他的行動 或者關係的影響 即是人不喜歡我們 不接納我們 批評我們 我們就 有人批評 是不是很容易受傷害 有些人說 你做得不好 我們回去想很多事情 就會很受傷害 但我們就現在說一下 如何處理這些人的傷害 首先聖經先 詩篇一百二十八篇第六節 我們希望大家都念了一個金句 有些人說 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麽樣 其實人不愛是人 幾十年而已 其實他不算什麽 人能把我怎麽樣 他不能真是害到我的 譬如若瑟 他的歌想害他 他說 從前你的意思是會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始好得 要保存去到人的性命 即是人的意思是害人 但神的意思是 是成全神的恩典 創世紀五十章二十節 即是人不能夠破壞神的計劃 我們要記實 人不能夠破壞神的計劃 你和旁邊說 人不能夠破壞神的計劃 不過有一個人可以 有一個人可以破壞神 你身上有計劃 是誰呢 是自己 人你破壞不了 你不受影響是不要緊的 你受自己的影響 就會破壞神在我們生命中的計劃 OK 我們跳下去 《二塞書五》一章十二節 唯有我是安慰利門的 你是誰竟怕那必死的人 怕那要變如草的世人 即是人都是 很快就過去的 人的生命很快就過去 我用一個例子幫助大家 在街上有沒有見過傻佬 有沒有見過傻佬 是人見到罵 然後他罵完人又罵你的時候 你會回家哭十日十夜嗎 不會 因為你知道他有問題 即是說如果我們 turn off這個人 即是說 turn off他的影響 認識了他的影響 他是一個 神經病的人 他罵我 並不代表我是傻佬 他罵你傻的 不代表我是傻 我們就會將他turn off 即是不會計較 不計較一個人 或是一個很小的小孩 走過來踢你一腳 你會說 哎呀他傷害我 你不會 你覺得是小孩子 即是我們會化解 我們就不會放在心上 但其實人 每一個人都不斷傷害人 我剛才所講的例子是甚麼意思 世人不是個個都神經病 不過世人個個都是罪人 個個都會傷害人 在這裏有沒有人 從未試過傷害人的整理舉手 有沒有人從未傷害過人的 傷害人只是十次的整理舉手 都沒有 我們每個人都傷害人很多很多次 所以傷害是人的本性 傷害人是人的本性 所以我們不需要放在心上 正如傻佬我們不需要放在心上 就算有人傷害我 其實是人受傷害之後就會傷害人 因為人有罪 那就不放在心內 這樣的時候呢 就不會那麼受傷害了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鑰匙 但其實你不要說他是神經病 我只是用神經病做比喻 千萬不要搞錯 是比喻 你不會受神經病的影響 我們就不會受任何人的影響 因為他們都是罪人 人有正面的說話 還有人有時指責是對的 我們要接受 我們要多謝他 但是有很多指責是不對 還有情緒是不必要的 但是這樣的時候 我不代表我需要受的影響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但可以學到的 可以做到的 但是這個就是神 在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有很長時間幫我處理這件事 我現在可以看著一個人 他傷害我 他一直傷害我 我一直分析 為何他會那麼容易罵人 為何他那麼容易會批評人 我又想想我有沒有錯 如果有什麼 我就請他原諒 然後我就會求神 一方面為他祈禱 一方面求神 給我聰明智慧 怎樣有好的回應 多謝你提醒我 就算他一直說一些不好說話 我也多謝提醒 其實有不同的人都跟我說 他說 業牧師 我只看到這個反應 我真的非常之 很 就是覺得很特別 為何你完全看著他 好像不受他的影響 為何呢 因為我覺得 為何我要受他的影響 為何我要受他的影響 因為我已經分辨到 人是會說傷害的說話 曾經有一次有一個 牧師跟我另一個人 這個人其實是一個 非常之高級的人 但是他不接受四年充滿 他跟我一路說很多 攻擊四年充滿的事 我一路聽一路聽一路聽 是很平靜的聽 又沒有辯駁 聽完之後牧師跟我講 他說你真的很厲害 你完全沒有 又沒有激氣 又沒有反駁 你是給他說 我覺得不需要 那我可以回應的時候 我會解釋 但我不需要給他影響 這個就是 是可以一步步學到的 這個就是為何我會學到呢 因為 在四年充滿發覺 如果我被人影響 我就會祈禱沒有喜樂 那我一處理了 又要喜樂 那我選擇喜樂 還是憂愁呢 當然是選擇喜樂 就是我刻意地 不被人影響 我們記實 人的負面和傷害性 就是魔鬼用的火箭 你知道它是火箭呢 你就會說 我要我要 這樣 你當然彈開了 但很多人不是 一射過來 就說 哎呀 整天講來講去 他為什麼這樣說話 他經常跟我講話 就是有些人 我曾經跟他聊天 他講完一次又一次 不斷 他經常這樣對我 他經常這樣對我 我真的知道 我好知道 他真的傷害你 不過我們現在想一下 怎樣處理好不好 他真的每天都傷害你 這是事實 不過我們怎樣處理 有不同的方法處理 但是我們知道 這是魔鬼用的方法 還有魔鬼 另一件事 就是令到我們裡面 有一種強烈的反應 人家講的負面說話 就是左邊的人講的負面說話 我們就用一個盾牌 跟他劃清界線 那句說話 不是那個隱惑 這句說話 我不要 你說一下 負面說話 我不要 負面說話 我不要 我不需要受落負面的說話 我不需要受落負面的說話 大家可以想一下 有哪些人傷害你 你要想 我回家他講負面說話 或者他負面的表情 不需要受落 需要受落 不需要受落 不需要的 又不死得 他罵完了又不死得 只在空氣中震動一陣間 你不用放在心上 但是同時祝福他 同時祝福他 不要咒他 神給我一個非常好的處理方法 人的負面說 只要留在空氣中幾秒鐘 不過有些人 就一輩子想到 哇 一輩子都受苦 值不值 不值 其實 一個不好的人 說些負面的說話 因為他而一生受苦 是不是很不值 為了福音而受苦 是值 為了人 一個傷害人 整天都看見傷害人 何必為他而受苦呢 而很多人是不知不覺 是互相傷害 結果兩敗俱傷 這是整天有的事情 整天都 他有什麼不好啊 什麼不好啊 整天在心裏面 不斷 playback 不斷播放他那些不好的東西 其實 是不需要的 這些是負面的思想來的 垃圾要怎樣 要倒 我們裏面有沒有垃圾啊 裝了某些人的不好的東西 其實我們的心怎麼想呢 其實這個人都是很淒涼的 他受了很多苦 他被人罵很多 所以他就隨口都罵人 我不需要受他的影響 其實基督徒也會 還有有時候牧師 全都會心急 懵疹的 我們要看出他 就不要說 千萬不要就就他 而是接受 有時候人都會心急 就不要看得這麼大件事 就是說 他有時候懵疹 不要緊的 反應在他懵疼的時候 你可以怎樣 我知道你很急想做這個 我可不可以幫一下你 這樣就正面反應 但有些人又不是 搞錯 全都這樣罵人 我快點走 我不要這個教會 就是會有這些反應 但我們馬上用正面 有什麼可以幫你 這樣的時候 是一個神秘的智慧 就好像金蘋果落在銀網之類 就是一個能夠智慧的說話 好了 這些我們下面那些不說 我就是講了這個例子 就是給大家思想 我們有沒有什麼人 是影響著我們的 我們有沒有人的傷害 或者我們太依賴某些人 就是擔心著人的淡紙 有時候子女不聽話 經常都覺得很辛苦 其實 越擔心著淡紙 越幫不了他 但是你放鬆 喜喜樂樂 他說媽媽 你忽然間這麼開心 為什麼 他就會開始改變 但如果越懵疼 他就越不聽話 或者老公 一見到的時候 有時候 老公老婆見到面 就會懵疼的 很懵的 別人說一句說話 沒有那麼懵疼 他說的話就是特別懵疼的 其實 最應該愛的人 就是特別懵疼的人 其實應該更加去珍惜 在我心中 我永遠都不想 有任何一句說話 任何一個表情 任何一個動作 令到我太太不開心 為什麼我要令到她不開心呢 她是我生命中 在地上最重要的人 所以我就會 每一句說話 我都會想怎樣跟她說 因為我珍惜跟她關係 但是我個人 就是那些最重要的關係 是最多傷害的 所以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能夠 不要依賴人 或者擔負人的淡子 不要有過高的期望 如果那個人 經常都是這麼困境的 你忽然間期望他 會改變 不會這麼快的 即是 你 他有的這樣 你期望他不改變 一改變才少 你已經很開心了 那你就沒有這麼猛疼 他經常都這麼亂 那今天又亂 有什麼出奇 那天天都亂 那你不用激氣 比如你這樣想 我一次看鳥仔吃東西 在地上 那些鳥仔很好 就是神創造 撿地下的食物 撿乾淨 我就想 神做女性是很特別 他們通常來講 是撿家裡的乾淨很多的 他們通常來講 是撿家裡的乾淨很多的 那麼辛苦